为了要保障租屋的国人不再遇上恶房东,住宅转租新制从6月1号起正式上路,明定押金不可以超过两个月,房东不得禁止租户签户籍,还有电费不可以超收,违规者最高可以罚到30万元。 超收电费自行乱定规则,近年租屋乱象层出不穷,民众最怕遇上就是恶房东,度处是有房东自行跟你说,这是一度多少钱,感觉就是多算,然后押金的问题就是,也是照契约上说房东说几个月,我们就是要押几个月。 为了保障包租业与房东房客三方的权益,住宅转租新制将在6月1号上路,明定押金不得超过两个月,房东不得禁止租户签户籍, 电费不得超收,租赁契约不得少于30天,也不得超过包租契约的租赁期间,房屋设备有损坏包租业负责修缮,若损坏是乘租人造成包租业不负责修缮的义务,若双方要提前终止租约,应该于一个月前通知,另外也要告知是否为凶宅海沙屋。 所以妈妈也建议民众租屋签约时可要求房东提供房屋所有权状,房屋税单等,来确认房东是否为真正的屋主。 若是向包租业者承租,也可请对方提供租赁服务管理相关证照来保障权益,而且新制上路后,若违反相关规定,除了契约条款无效外,最高将面临消保法30万元的罚还。 系统公司信息 可令导情自律经评论